1949年,在南尼湾种植鸦片走红的359旅长王震被派往新疆任军区司令,组建由共军和投降国军十万人混编成新疆建设兵团。 50年王震电告毛泽东,队伍里全是男兵,团以上干部还打光棍,工作安不下心呀。 毛回电,给团以上干部开个会,每人发一个老婆。 王满腹狐疑,哪来这么多女人? 毛回电道,八大胡同和上海夜总会改造的妓女,分发到各大军区。 党媒曾经报道上海妓女改造之事,把二千白俄妓女送到新疆兵团和战士组建家庭。 更有八千乡女被当局的诱人宣传招女兵,最小只有11岁最大19岁的女孩子,被拐骗到了新疆,结果一去不复返。 乡女文慧娟回忆说,被命令与陈浩生结婚,无法回家,成了那个年代名副其实的铁链女。